从这一集 咱们就结束中老铁路 而进入到泰国了 在这之后 就改叫东方曼车系列了 曼才是一种态度 泰国是个最大的事 在之前的各个系列里边 在金三角 在吴歌 在缅甸 在中老铁路 似乎都有提过泰国 但是都没有主题的讲过泰国 我自己是生活在泰国几年了 与泰国人有着最广泛的接触 讲好泰国的地理和历史 这个就关乎到了 本次行程的艺术 饮食 和环山金 红山君 这些政治的符号了 大家好 这是东方曼车系列的第十集 本集我们来讲两个大事 一个是羽林的尤根 及曼陀罗的地理政治 代表就是 亲爱的这三位国丸 以八百媳妇国的故事了 地理呢 即政治 另一个呢 是这两位华人的人物的传记故事 就是正姓和他姓 那真的是有朝善班吗 政治呢 即地理 羽林的尤根 尤根 大家不懂了吧 那北方的那个草原的游牧民族 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就是说 他们呢 都是四海为家的 在上一集呢 咱们提到了啊 在中南半岛早期呢 是有点像春秋的诸侯国 或是欧洲的城邦国的 更为奇葩的呢 就是连吴歌窟 这样有五十万人口的大都会呢 也都可能是会被遗弃的 吴歌窟呢 在高棉雨中的意思 就是大城市 这也是咱们第二次的涉及到了热带雨林的话题 在西原版呢 咱们讲了物种的多样性 而在马来西亚呢 还将会讲热带雨林土壤的平积化 其实呢 在古代的泰国 土壤也是同样很糟糕的 几个个越南的红河三角洲 高棉的湄公河三角洲 各个三角洲肥沃的土地呢 是没法比的 大歹族的前夕历史 从以前学的政绩上显示啊 早在四千年前呢 大歹族就发迹于朱江三角洲了 在战国的期间呢 他们离开了广东 之前呢我也说过了啊 正是大秦带给了大歹族深深的伤害 和这两千多年来的恐惧 大歹族的主体呢 是在大秦的时代 就分化成了多个知系的 杂居在南越国 越南国和古典国之间 并没有形成一个国家 在公元的元年呢 及东汉西汉交替之时 大歹族的一支呢 去到了海南岛 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咱们看地图啊 在西边的南北两个知系呢 才是重点 公元三百年的三国归近 大歹族人口呢 主力呢是扎在了贵北和湘西 即赚族 洞族等等啊 公元六百年呢 隋朝同意了中原 大歹族的南芝系的太太族呢 到了云南 正是他们呢 后来成为了五千万人口的太族 公元八百年 谭朝与南兆呢 爆发了战争 太太民族呢 又一次的大幅向南迁徙 公元九百年 大歹结束了 太族呢 进入到了如今 泰国的腹地了 公元一千年呢 北宋再次的统一了中原 此时呢 太族在泰国的人口 有五十万了 公元一千一百年 宋徽宗治国 太族呢 在泰国的人口 有一百万了 此时呢 在泰国 太族 高免族和孟族的人口 也差不太多 好 咱们患用缅甸的动态地图呢 接着来分析 公元一千两百年 南宋的人口呢 有八千万 是世界GDP的魁首了 而泰族在泰国的人口呢 有了一百五十万 从而形成了 对高免族和孟族 人口上的优势 在这里呢 环色 都是代表了 在山区的 各个歹族 剥落 或是国家 这里先暂停一下啊 有一个 百思不得解的问题 八百媳妇国 它是个什么鬼呢 这个八百媳妇国呢 即哈利奔才国 根据原始的记载啊 在1880年的盛夏 田莫呢 甩了一万的兵马前去讨伐 这个八百媳妇国 这八百媳妇国呢 算是泰国领土上的主源头了 数它的历史呢 是最为久远的 它是一个孟族人的国家 哈利奔才国呢 是延续了 长达六百六十年的统治 国座呢 是很长的 但呢 这是在元朝 与中国有过接触 比较有意思的啊 它的开国呢 又是一位女王 它的年代呢 与武则天 是非常接近的 是以南班 为中心城市的 我们聊过了啊 柬埔寨的湖南国呢 更是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女王统治的 说回孟族啊 他们呢 大概是建立了三个国家 缅甸海边的直通国 泰国湾的罗沃国 和苏克泰南班的这个八百媳妇国 在罗沃国的晚期呢 大批的孟族人就北迁而进入到了八百媳妇国 而同期直通国的孟族人呢 也是北上进入到了蒲干 随之而上的呢 也有小乘佛教 这又说到小乘佛教了 缅甸南部的孟族 和马来半岛的丹玛令呢 是东南亚最早的佛教国家 在唐僧的年代呢 就信仰佛教了 蒲干国 八百媳妇国 罗沃国呢 也在此后的几百年间 先后的选择 小乘佛教呢 成为了国家的仪式形态 咱们看地图 高绵国和战婆国呢 是传统的印度教的地盘 越南呢 就是中国的儒氏岛 南兆国呢 是密宗的噶马嘎巨派 在1250年呢 蒙古的军队闪击了 蒲干王国 这千塔之城呢 也就从此被废弃了 直到今天 那是一个游牧民族 称霸世界的时代 而在中南半岛的大胆族呢 人口到了两百万 地域呢 则横跨了从印度的 阿萨姆班到泰国班 众多的城阀小国呢 就与南兆大礼 迎头相遇了 从秦始皇到南兆版 再到忽必烈 是一步一步的 逼迫呢 泰国民族走到了 今天的地盘之上的 之前呢 是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啊 从此时起呢 泰国人开始有了 自己的文字 那咱们就从这呢 引出了曼陀罗地理政治的概念 何为曼陀罗 曼陀罗呢 是一个繁语 就是天原地方 无穷无尽 这里呢 算是一个个的圈子吧 在早期呢 东南亚都是有小型的部落 发展而来的 这是一个经常会重叠的 有空隙的 又有缓冲带的 曼陀罗式的成长 它并非呢 实际上中国中央集权的形式 普干国大成国 甚至是吴歌呢 包括了 早期来大谈献月的飘国 都是有着 共主性质的 松散的政治联盟 富庸的小弟成班呢 是由于 支付上贡的 这个呢 就包括了 奴隶 木材 矿厂等等啊 而宗主成班呢 通常会给小弟们 更高的汇报 这个呢 就像主帝在群里边 发红包 是一样的啊 必须呢 是加倍的 慷慨的 宗主与朝贡的关系的 并非是有排他性的 一个边缘的部落呢 是有可能同时 有两三个 大哥罩着的 这样呢 小弟是可以相互制约大哥的 而对于大哥而言呢 小弟呢 是可以作为缓冲地带的 用来防止大哥们之间 直接的爆发惨烈的冲突 大哥之间的冲突呢 就会是国家的存满之战了 这一旦是 成破之时呢 万万也是一次 人口的掳掠的大悲剧 这个呢 并非是像中国的改朝换代啊 因为这个跟北方的 游牧民族是一个道理 他们不会管理 或者说是管理的成本 太高了 在草原和雨林 这样地管人系的地方呢 是拆了你们家来建我们家 更为划算一些的 太人呢 在南下定居和繁衍的促期呢 是并没有受到什么抵抗的 这个呢 是因为当时 东南亚的人口稀少 空隙很大 因此呢 太人很容易地就建立了 两个重要的大城邦 即北边的 青埃城和南边的 宿可泰城 大家看地图啊 城邦国呢 正是一城即一国 不敢说是有万国呢 那百国肯定还是要有的 但是国家的人口平均速呢 也不会到五千人 那这就来解释一下 这三个巨头的雕像了 从左边其分别为 栏杆横大帝 孟来湾与南盟湾 这个跟二战盟军的三巨头呢 也差不太多啊 盟军的对手呢 是纳粹德国 而太族的三巨头呢 是为了八百媳妇国 而结盟的 在1290年呢 兰大王朝就灭了 这个八百媳妇国 是由太族呢 取代了孟族 而成为了多数民族的 这呢又是一个悖论啊 蒙古人呢 是征服了吐蕃的 而在宗教上呢 是反被吐蕃给征服了 缅族和太族呢 都是把孟族人给征服了 但呢 有的被孟族的小乘佛教呢 给反征服了 政治呢 是由地理所决定的 这是枪炮兵军 干铁的一个基本观点 凡事呢 都是可以用地理来强行解释的 海洋文明呢 催生出了民主 听大家的 大陆文明呢 则催生出了集权 听大哥的 曼陀罗政只能用一句话说 就是刀根火中 四海为家的漂泊 热带雨林的油耕呢 它是一种古老的 原始的农业生产凡事 是通过农民 砍伐和焚烧森林 得到了一片土地 而热带雨林的土壤呢 是容易水土流失的 它们呢 并不能够积累到肥力 这个呢 咱们会在马来西亚的那一集 再来细加 所以呢 人们是产的 要需要更换耕地 在榨干了这片土地的肥力之后呢 便会遗弃掉 再去寻找和开辟新的土地 这个呢 就如同是游牧 这也意味着啊 热带雨林的人口迁徙呢 将会是频繁的 即便是像吴哥这样的大城市呢 也都是会被遗弃掉的 由于呢 不能够持续地发展 玛雅的金字塔 与吴哥窟 波罗浮屠呢 都不约而同地 遭到了废弃 它们呢 是在迷失了几百年之后 直到近现代呢 才被重新发现的 但是 无论是在高明还是在玛雅 它们的宗教建筑呢 又都是采用了石头 这样永恒的建筑 生活呢 是可以粗糙的 是四海为家漂泊的 而信仰呢 一定是建入磐石的 是永垂不朽的 泰国呢 是从上世纪 才开始大明基的 毁林 开花种地的 而易改了油耕的形式 主要呢 是在于老挝 建筑寨下岭的 泰东北的大平原上 华人呢 也是因为泰国的土地 而大局移民的 泰国人口呢 从1900年的600万 到了2000年 百年间呢 就迅速地 发展到了6000万的人口 他姓家族 许隆才的家族呢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 到泰国的 由于呢 是土地性质的移民 所以呢 就分散的杂居了 那 在三四代之后呢 也就不再讲中文了 这个呢 跟马来半岛的 劳工性质的移民 劳工呢 是积极性的 是抱团其暖的 咱们呢 会在马来地理 这一集中 再来西家 大家好 这是东方满车系列的 第十集 泰国大地理 那上半场就结束了 下半场开始 咱们讲讲 郑姓的故事 郑姓的故事呢 还得从郑姓特别 郑雍说起 郑雍呢 是广东 城海县人 大家先留个心眼 这个地方啊 后面呢 还会说到 朝战班 丹马戏 这位爷呢 他才是 怎么堕住 郑雍呢 在泰国经营着 高级的会所 小有地位 但 英年早逝了 儿子 郑姓呢 就拜丹朝的一位 全城 为了义父 从承担 皇宫的小四位官 开始呢 发迹了 最终呢 是 京城成为了 一位城主 封官 敬绝了 据说呢 他是可以讲 朝朝化和越南化的 咱们呢 就展开这一小段 1767年的四月呢 郑姓儿之子 串领着缅军 攻陷了大臣 大臣王朝呢 算是 正式的灭完了 郑姓呢 以 吞吾里 为基地 组织了 看免 史上呢 称为 吞吾里 王朝 郑姓的胜利呢 客观上说 是 坦明的 因为 缅甸的 共版 王朝呢 就是一个 类似于 蒙古的 全民皆兵的 一种 军事的建制 在 建立后的 第一代人呢 就横扫了 中南半岛的 所有的力量 甚至是 挑战了 北方的 大清朝 人家 雍季雅呢 可是在 北线和东线 两线同时 开战的 这个呢 就像是 纳粹德国 仅仅是 用了二队 就能够 灭了 大成 王朝 缅甸呢 虽然是 赢了 大清的 首战 但是呢 他们也 清楚 实力的 悬殊 必须是 举全国 之力 所以呢 动员了 从 泰国湾 到 清白 到 阿萨姆 到 曼尼普尔 全体呢 数十万的 兵员 那这一边呢 郑姓呢 虽然是 坦赢了 但是他也不踏实啊 所以呢 他就多次的下 乾隆帝进贡 希望呢 得到 乾隆帝的 认可和支持 那乾隆帝这边呢 也是需要 一个扳手的 于是呢 在 晚来的朝贡书上呢 就称 郑姓为 郑昭了 二等 都是国贩了 郑姓的剧本呢 本可以 就这样的 千秋万代的 那怎么 就连个 秦二世 随二世都不如 怎么就变成了 拉马一世的呢 正是因为 郑姓的敏感度 太高了 泰国呢 是不愿意 讨论这个话题的 咱们说啊 每一个国家呢 都有一些禁忌的 而郑姓呢 是泰国 最最最 最大的 那个禁忌了 我呢 只有用 泰国官方的 直言片语的说法 按他们的说法呢 郑昭 在晚年 是患有 某种精神疾病的 从而导致了 国家的分裂 他的死呢 是拯救了国家的 就是三个原则 没有凶手 不再追究 高调追捧 咱们抛开掉一些 纯粹的谣言 当时的郑昭呢 是得罪了 很多的势力的 这个呢 就包括了 前朝的大臣的 还族 国内外的 大资本家和大地主 因为他抵赖 战争所欠下的 巨额的债务 加之 他的中国血统 总之呢 只有他死 上述的结呢 才能够被解开 拉玛一世呢 是他最信任的 也是最合适的 继承人了 拉玛一世呢 也是在尽其所能地 保护着 郑昭的名誉 而阴谋论的说法呢 也是一直在 存在着的 最流行的一个呢 是 郑昭在临死之前 诅咒到 多玩味者 比较遭报应 去年呢 这则的传闻 令泰国政府 是非常反感的 曾经呢 通过了外交的途径 警告过一些 相关的媒体 我个人呢 也不相信啊 仅仅呢 是预乐一下大家 下面呢 就开始讲终点了 正姓的泰文名呢 叫Taxing 而前总理呢 Taxing呢 也是叫Taxing 在台语里边 这两个名字的拼读呢 是一模一样的 Taxing呢 也是华语的后代啊 他祖善呢 是广东的 美洲客家人 本姓邱 梅州 非潮州 客家人呢 也非闽南潮汕人 但这些呢 对于泰国人而言 是分不清楚的 咱们来看看 这张照片啊 他们的姓名 一个呢 是姓安山 一个呢 是姓西纳瓦 这两位呢 都是前国家的领导人 话题呢 也太大了 暂时呢 就不展开了 那咱们就讲讲 西纳瓦家族 老邱家的事 他姓西纳瓦呢 是有一个好爹的 是小号的 肯定地的家族 1969年呢 他先考入了 曼谷的景观学校 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呢 毕业了 之后呢 他在景界工作了十年 才弃静 丛山的 一句话 他姓西纳瓦呢 是景界的人 咱们老百姓呢 对政治一般都是头痛的啊 西班呢 简单的就能分清楚 他是好人呢 还是坏人 但是呢 政治万万是极其复杂的 穿红衫的呢 和穿环衫的呢 其实有可能也是一些 个人的利益和偏好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呢 也是不会去深入研究的 比如说啊 英拉呢 他就是漂亮 说话呢 就是好听 他姓呢 他就能够把一言钱的通话费呢 那是降到了六分钱 这些人呢 都是好人 反之啊 你要是以李显龙 或者是以淡马系的交易呢 那就是在出卖国家的利益 你用大米呢 去换高铁 也就是在出卖国家的利益 那你就是坏人 而更深层次的 经济结构啊 民主建设啊 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啊 这些太烧脑子了 所以呢 老百姓也不会感兴趣的 2006年的9月19日呢 泰国军方发动了政变 感慨连人的他姓呢 被迫的下台了 而就在两周前 15年政变纪念日的这一天呢 支持他姓的红山军 也表达了对民主 对他姓的怀念 其后呢 她姓的妹夫宋采 当选了总理 妹妹因拉西纳瓦呢 也成为了泰国首位的女总理 她姓呢 自上台以后啊 泰国呢 是这个地球村 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了 泰国在进度 脱贫 泰南的分裂 穷人抗病等方面的成绩呢 斐然 我在泰国的期间呢 主要是关注了泰国的伊改 泰国的伊改呢 也使他姓 彻底的以曼谷人决裂了 曼谷呢 拥有着数百万的 中产阶级的大都会 谁呢 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福利 白白的就化给了穷人 共同贫穷的是不可以的 红山军呢 多数是以东部和北部农村的 三千万人口的基本牌 他们呢 以曼谷这一千万的 大中小资产阶级是对立的 而政府 公务员和保环的市民阶层呢 则是穿下了环山 表示了对他性腐败 和勾结外国势力的不满 对环山和对国体的忠贞 简单地说 红的是在乡下 华的呢 就在曼谷 泰国的民主建设呢 任重而道远 我在梅斯勒和许多的北部山区 少数民族呢 多数是文化极低的 他们呢 不懂一改为何物 对民主政治呢 也没有什么兴趣 反倒是热衷于汇血 能够直接兑换现金等 进医院呢 能够报销掉大部分的费用 那还不如喝酒吃肉 和烧香拜佛了 他性呢 无疑是泰国最具有增绩性的人物 虽然吃瓜的群众呢 关注的还是美女英拉 这里补充一句啊 英拉呢 现在是在管同上班 使用着英秋勒的这个中文名 一般说啊 他性和英拉呢 是不会走上和解之路的 要么终身就在海外漂泊着 要归过的话呢 那就一定是环袍加深了 通过玄境呢 再次的登上权力的顶峰 就玄境而言啊 西纳瓦家和安山家呢 是不会失利的 因为他们掌握着 多数的选民 我在泰国与新加坡足球队比赛之时呢 听到了全场 反他性 反英拉的口号 反李观耀 反李显龙的口号 他性 英拉 李观耀 李显龙 共同的特点呢 是大马戏 政治呢 咱们就不讲了 我就来说说潮汕班吧 潮汕的大佬呢 有如李嘉诚 马化腾 黄冠玉 等等啊 在泰国的潮汕大佬呢 包括了 切国民 政大集团 苏续民 大象啤酒等等 陈碧城 盘古银行 许舒恩 红牛集团 他们呢 先后都登上过了 泰国首富的宝座 在泰国的富豪班的前市民中呢 潮汕人或是华人呢 能够站到七八席 这个呢 也包括了他性英拉 以及他们背后庞大的 吉纳瓦家族 潮汕班 那鼻祖呢 还得是正姓他老爹 咱们呢 在后面的槟城和新加坡 还会涉及到更多的华人华调 那找机会再聊吧 咱们 感谢观看